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在路上高的叫国强粉面店 一家在西华路里叫三和的饮食 三和也是腸粉粥的出名 但是其实很多老街坊都会知道 这两家最出名的是干炒牛河 三和炒牛河很绝缺的 只有三样东西 牛肉 火粉 牙菜 它不会加葱 不会加久和 而且它的锅气很足 但是说回国强呢 它一样有很强劲的锅气 但是它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粥料 它多了葱的香味出来 所以我们今期就介绍国强的炒牛河 我们分开过来的 一落车就看到 你看看 文尼哥在下巴排队 一看就知道他 摸着下巴那些人 看着他 看着他排队 看着他 路边摆满了 你一进去看店铺 两个招牌 一个招牌艇仔粥 九黄鲜蝦腸 你不相信一会儿我叫两个给你试试 不要 港州第一 5点 刚刚我偷偷问了他 之前来吃牛河都没那么贵 现在贵了 最近红了 21 3-4元而已 我小时候来吃 先压住 爆起 爆起 这边的标会 上一个又吃完炒牛河 在老西关的粥粉面法 一天里面 只要他开门 他不会有 那麽一个终点 他会排很长的队 他只会是 不断有人 我老爸老婆 常说 这些 不用做酒楼 开家这些 没人知道 哈哈 这些意思是厉害 比我 厉害 厉害 你看这些锅 全程不用洗锅 又不用 熄火 整个过程都是这样保持 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西关厨房 他将一单水蛇春 那么长 等到 拿奔士来打包 大哥 真香 精神 21元的牛河 这个份量 好像不够我们晚黑 在街边吃宵夜的狠 那些都是十多元 一入口牛河 没得走 第一次一定要辣嘴 这是 생각中流 有一道 蘑菇 鸡 薯 有变化 牛肉 奶 如何如何 牛肉 � potrzeb 鸡肉 才会融化 厚量 很容易就不适合,手势就会焦,就会苦 说到河粉的粉质,这些肯定漂亮 全港州批发粉面最集中的地方,就正正在伦津罗 最漂亮的河粉是这些,不会透明,炒得碎了些 但是有米味,这些河粉才好吃 这些就是我所说,没有人和它撕粉搭在一起 我撕一条给你们看一下,一撕开 这些是不香口的地方 这些我们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这么高的要求,阿尔油妈叉你回头 刚才老板娘也有吃的 看到搭得太齐,就会撕 忍住吗? 我只是想做鸡蛋里面 哈哈哈 你也不会找成绩的 找成绩是一大河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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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鸡蛋里面,这个够了 这个就不坏了 一夹可以这么大处夹起来 但味道也是一样 这个师傅呢,濕一点点 看到吗? 这个味道可能会比较重 这个呢 吃到最后都没那么湿 现在凍了都没那么湿 两个不同的师傅炒 都有九成的相同 这个价钱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设备 可以炒到这么有锅气的炒牛河 都不简单 在广州来说 有排名的这些 平民版炒牛河 各强 就是入到前三甲 那为什么要你倒下手呢? 我们很均 会不会你炒好的东西呢? 不会 一日最多可以买多少 我没计算 多少斤 200多斤 可能 我做酒楼也是一天买六七斤 很夸张 哈哈哈 炒牛河 为什么你那个餐牌上 没有炒牛河 太多东西了 炒死我了 哈哈哈 我来这里建工 看到这个阵势 打死酒 还在做什么 哈哈哈 真是炒死人 这里有多少年? 五百年 五百年到现在 那郭强是? 郭阳是? 郭阳 后来才是私人 哦 以前是郭阳 那会不会是一代传一代传到多少斤? 三 三代传 你是第三代? 有没有第四代? 有 小朋友 不知道他肯不肯做 我老爸那代都是 去哪里都要吃炒牛河的 无论可以早餐 午餐晚餐 宵夜 所以很多现在我们周围都看到有炒牛河的 大型的酒楼 去到五星級的酒店 去到我们这些粥粉面饭的平民化的 还有一些推车出来的小贩 都会吃到炒牛河 全世界来说 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吃炒牛河 够我们说真的夸张的话 至于好不好吃 就看你用什么标准去评价 但我唯一一个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很多现在的商场铺里面的炒牛河 为什么呢? 日得商场 现在很多商场是全电厨房 不能够明火 那你就自然少了那种烟火气色 少了锅气这件事 这样的天气 榕树底下 坐街边 椅子摘桌 吃炒牛河 很棒的 品诚记 下期再见